現在進行第五條 請宣讀條文 由遊說法第29條 規定之機關處罰之 實在力量的團充勝 動議第五條 任何人不得受滲透 來約這只是委託或資助 進行遊說法第二條 鎖定之遊說行為 違反前項規定整處 新台幣100萬元 上1000萬元相罰還 違反第一項規定 就國防外交及大陸事務 涉及國家安全 國家機密國際組織之參與 或條約及協議之簽訂 進行遊說者 除五年下有期同行得 賓客新台幣1000萬元相罰金 第二項鎖定之環環 由遊說法第29條 規定之機關處罰之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各黨團 推派代表之花園 首先我們請 徐委員永明 中委員嘉賓請準備 主席各位同仁 世界上所提修正動議 其實主要是要補強兩塊 一塊是原本我們的遊說法 所缺漏罰則的部分 第二部分是關於受滲透來源之指示 委託或支柱進行遊說的內容 其實我們認為應該予以區分 有一個比較強化的比例原則在這裡 我們既有的遊說法 雖然禁止特定人士進行遊說行為 為存在罰則規範欠缺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第一項跟第二項裡面 尤其在第二項 將罰則明確規範 一百萬以上 一千萬元以下罰則 也比執政黨的加重一些 那比較重要的其實是第三項這一塊 就國防外交及大陸事務 涉及國家安全、國家機密、國家組織之參與 或條約及協議室簽訂進行遊說者 那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如果他是一般民生法案 跟他或只是來遊說 比如說參加WHA 用中國台灣的名義 那這個其實是影響到國家安全 也違反我們的民主憲政原則 我們認為這樣的行為 其實就必須予以更嚴重的處罰 我們在修國安無法的時候 那時候記得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鎮定五至三 談兩岸政治協議 要立法院雙審議雙公投 那時候通過的時候 其實政黨這邊說 這是今天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所要規範這個三階段把關 可是我們現在發現還是有缺漏 如果有人在立法院裡面 這個三階段把關在遊說 希望台灣跟中國來簽訂和平協議 而且很清楚的是受對岸指示 甚至有資源的輸送的時候 其實我們應該要有一個很清楚的比例原則 這樣的行為 不論是針對用中國台灣參加WHA 還是和平協議的簽譯 這樣的遊說行為 我們認為應該加重 所以我們這邊認為應該處五年以下 尤其徒刑 得病科罰金 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下之罰金 從比例原則 一方面強化既有遊說法 缺漏的部分 第二個 針對遊說的內容 尤其跟國防外交 及大陸所涉及的這些 國家安全跟國家機密有關係 予以加重 我相信這個部分 其實大家都會認同的 當時在修國安武法 大家認為完備了 其實發現不然 紅媒的部分沒處理 遊說的部分 其實我們今天發現 有補償的機會 所以懇請各黨團 大家可以支持 讓我們遊說 謝謝徐委員 下一位請中委員嘉賓 管委員碧林請準備 主席在場委員先進 接下來反滲透法要處理的 第五條是有關於遊說法 在最近的很多言論當中 指責反滲透法 是回復到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 動輒來限縮人權 認為要謹慎行事 但是我們來看一看 今天我們 反滲透法當中 所補償的法令 有多少 是在1987年解合實施的 集會遊行法1988年 我們的限制先進法2004年 公民投票法2003年 遊說法2007年 這三部法案 都是在民進黨首次執政之後 為了落實民權 所制定保障人民 行使公民權的法律 但是有時 那時候 並沒有中國或外國 敵對勢力 這麼強烈的威脅 因此相關的規定 效為鬆散 但是呢 今天呢我們看到了 要用白色恐怖來形容 反滲透法會形成的 這樣的思想犯 是言言不可能的 我這邊隨便唸一條 大家來聽聽看 散播謠言或傳播不實之消息 足以妨礙治安動搖人心 處無期徒刑 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這是在 懲治辦案條例第六條 我們來念一下 一圖破壞國土 破壞國體 竊取國土 以非法方式 變更國縣 顛覆政府而著手實施者 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預備或陰謀犯協上知識者 也要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現在有什麼白色恐怖嗎 沒有 也要說是綠色恐怖嗎 沒有 過去只要說你是中共同路人 政府就可以入你於罪 只要證明你 犯了你的言論為當局所不行 為國民黨當時的執政國民黨當局所不行 就可以扣你是中共同路人的帽子 就可以用懲判條例 就可以用刑法一百條 用預備犯 陰謀犯的方式來處罰你 現在呢 你是中共同路人 什麼意思 就是滲透來源 或是被滲透來源 受滲透來源指示委託或受其資助者 有罪嗎 沒有 很抱歉 你受滲透來源指示委託或資助者 沒有罪 必須你必須違反了 從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這五個法條當中 有關於違反遊說法 違反政治獻金法 違反極憂法 尤其是在極憂法當中 如果以強暴協迫方式來破壞他人 行使合法保障的機會遊行 像白狼這樣的人 我們才處罰 換言之 反滲透法 不處罰中共同路人 不處罰紅色代理人 只處罰這些同路人 這些紅色代理人 在觸犯了相關 保障其他中國民國國民 行使公民權利的時候 我們才加以處罰 所以千萬不要再跟我們說 反滲透法 是要來形成 新的綠色恐怖 或白色恐怖 是要來製造思想犯 羅織人民入罪 妨礙民權的 所以第五條 我們也加強了 有需要補充 加上七年以下 三年以下 有期獨行的規定 謝謝 謝謝 謝謝中委員 謝謝中委員 下一位請光委員碧林 李委員洪軍 請準備 我一直最迷惑的 感到最迷惑的是 反滲透法整部法案 對於侵犯人權相關的議題 其實完全沒有任何一個條文 可以被拿出來很具體的指責 我們一再的跟社會各界做說明是 反滲透法是 就集會遊行法 遊說法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刑法 以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這幾部法律裡面 已經明定 具體的 違法行為 如果這些行為 是經由紅色滲透 所委任指派而做 我們拿來加重其刑 所以 任何一個犯刑 有可能入罪的 都是我們國家這幾部法律 已經明定的 具體的正禁止行為 如果有任何一個犯刑 在反滲透法裡面 侵害人權 那就是這個犯刑 在現行這幾部法律裡面 已經侵害人權 可是沒有 真的沒有 每一個條文 他處罰的對象的罪行 都是現有法律裡面的 違法禁止行為 為什麼還要一再地 說謊 抹黑 來製造不應該有的恐懼感 我想來想去 看到國民黨的委員們 拿著一個牌子 還是要抹黑說 民進黨侵犯人權的時候 其實內心百味雜陳 我要告訴全國同胞 從反滲透法 這13個曾經出現過 各黨的所有的法案裡面 唯一侵犯人權 侵犯言論自由 白色恐怖 戒嚴體制的法條 是國民黨的版本 我唸給大家聽 公務員發表 關於破壞國體 竊據國土 以非法之方法變更 國縣或其他涉及消滅併吞 取代中華民國之言論者 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公務員發表言論 阻使他人誤認中華民國國號變更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中華民國台灣 讓馬英九誤認為變更國號 那麼總統也要被判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項就把中華民國總統 犯前兩項之罪 應與追究刑 則把豁免權拿掉 這是國民黨的版本 只有國民黨侵犯人權 謝謝管委員 下一位請禮委員 洪軍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同仁 今天這一條遊說法 遊說法的部分 我再來喚醒各位委員同仁的記憶 遊說法在立法院修法 從民國九十七年到現在 已經十一年 這十一年裡面 我們總共包括中央機構 包括六都 實質上有登記 要來進行遊說的 總共有四百一十八件 駁徽的二十三件 那實質上 有核准的是三百九十五件 到了立法院裡面 真正登記有案的遊說法 總共三百一十三件 等於是一年 透過遊說法正當行使法令 來進行遊說的一年 在立法院有二十八件 我今天要提的就是說 立一個法 它的周密性跟嚴整性 就是說還有它的實用性跟適用性 這個才是重點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立這個法的法律的不確定性 要如何來確保它實際 實事後 會不會對於我們的民權的一個侵害 然後以及會不會被選擇性的執法 或者是用會陷於無辜的受害 然後成為一個批鬥異己的工具 這才是它的核心重點 最重要的是 我們相關的案件在啟動以後 我們的檢調單位被指控了 那後來被指控了以後會怎麼樣 我這邊還有一個數字 來跟大家報告 2017年地檢署 終結的案件 總共有四十七萬九千零八十七件 其中犯罪嫌疑不足的 唯由的 而不起訴的 有十四萬五千四百四十件 大概佔了百分之三十 所以我今天一而再三的講 親民黨從頭到尾沒有在反對 而只是說在立法的精神跟立法的過程 跟立法的嚴整性 必須要非常非常的完備 而不是所謂的倉促立法 只是為了一月十一號的投票 剛剛包括很多委員同仁上台來講 我們的既定的法令 我們公職人員選霸法 總統副總統的選霸法 包括我們的政治獻金法 包括我們的遊說法 然後包括我們的社會秩序妨礙條例 其實在這一些的基本的 我們的國安武法裡面 我們該有的法令都有釘釘 所以我們應該要 謝謝李委員 所有黨團推派代表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現在處理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變成殷序妨礙條文 我們要去10時代力量黨 表決結果 出席67人 贊成3人 反對64人 去全0人 贊成者少數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現在處理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脂肪 Punk 投票局 司令人 去掉 表決結果 出席70人 贊成66人 反對4人 去全靈人 贊成者多數 做以下宣告第五條 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通過